在上一节中 塞斯对真的自我认知局限性 与因此诱发的过度自我保护提出了指证 这之前塞斯多次想要告诉罗 他们对财务方面的内在忧虑是毫无必要的 只要放手跟随内在热忱的引导 一切都早有完美的安排 可是珍出于自身对信息的不认同 筛选与阻拦了必要信息的有效传递 导致之前几个关键路口上他俩都错失良机 只能继续在内在匮乏与物质匮乏的事项中 挣扎与每日惶恐 珍的问题源自她童年时母亲给她的持续压迫与贬损 并灌输给她扭曲的宗教信念与人文认知 这让珍始终有一种内在的罪疚感 觉得自己不配过好日子 这个绝死我的肉身也匮乏享受生命的资格 这样一个被妈妈培养出来的角色内在我 阻拦了珍自我发展的道路 让珍为自己设立了一种近似苦行僧般的人生体验渴望 好通过自我虐待达成自我救赎 当然这种观念是有很大扭曲的 而这扭曲源自宗教中的苦行与自虐救赎灵魂的信仰 把自爱看作是罪恶的私欲 把欲望全部都否定为贪婪 把罪与罚二元认知成善恶的对立冲突 当人们领悟到她现在就在创造她自己的伪装角色 自我形象与外在伪装世界时 就不会觉得她的世界中那些所谓的其他别人之形象 是自己意造出来的有多难理解和难以置信了 就好像你从来不会怀疑你梦中的其他人 是你一念构化出来的一样 虽然那些与你真实互动 有血有肉 能说会走的家人 路人 朋友 甚至动物 在梦中无比真实 你也不会质疑那是意识生成的伪装实相 只有在这一认知基础建立之后 轮回转世的概念 才能被真切确实无扭曲的理解 也只有当熟练的运用潜意识 摆在这个特定层面上 即今生的这个人格我 与权势群体自我 所有扮演过的角色的全部人格之间 做了有效的意识和记忆连结后 转世被彻底了解才有可能 转世轮回的理论 才会被无扭曲地接受为一个事实 这份资料将在西方文明的观念和情感生活中 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终将席卷全球 新的观念总是不会被轻易接受 但是一旦它们燃起了星星之火 它们就会让整个世界都为之燃烧 坚信让意识力的聚焦 得以形成机关刻刀般持续的稳定能量 而自我内在期许的愿景 让这刻刀可以勾勒出精美的画卷 情绪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任其泛滥宣泄 会让人生如脱缰的野马 而若过于谨小慎微 压抑克制 又会累积成束缚生命的枷锁 让行动力与思想都枯萎凋零 学会察觉 管控 运用 调配 情绪与情绪的内在能量 是我们这些演员 要通过人生实践 学会的最重要的一项技巧 每个意识体的能量 和将意念投射为物质建构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惊人 有角色你协同帮助 一定能开发它 运用它 我知道 那样的一条路在一般人眼里 看起来并不那么实际 但是它事实上 是你们可以走的最实际的一步 西语资料发布平台 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 请见图示西语社说明